好迪迹 你问我最近好吗? 无味道太脆 无想将来 无想过去 世上一个人 对一条纹 在山来 生来生去 怪罗弯弯弯弯 不记得重点在哪里 生命就是这样像曼陀罗 不断的开始跟结束 你好像看到的花朵的叶片是缓缓相绕 互相影响的 对我来讲我现在看到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我的小说里面 必须要让它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故事 在这一年 对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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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岁出闪文集 其实是懵懵懂懂懂的 1976年的时候 在毕业的第二天 我就上台北来了 对那就在一家外销毛一场 事实上我是个工作狂 早上八点打开 加班到九点 每天的工作大概都是十几个小时以上 离开了文坛四十几年 2008年一直到2018年 这中间呢 身体状况出问题的时候 在医院开刀做话 我妹妹每天就拿了一堆书到我的病床来 让我读 我也在想说 也许我也可以借着文字 重新整理一下我曾经的过去 经历的那个年代 在家零级工厂 在家里面劳动的人 这些中小企业 他们才是真正 撑寝整个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一直在想 在这个波浪中 他们到哪里去了 从来都没有人去播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 希望能够为他们写 《咒语之导》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我们也是身在其中 那时候工厂收掉的时候 其实是负债的 陷入一个困境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带了两个孩子 然后就做了很多事情 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可以稳定下来 那段期间其实是属于遭遇的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 很多事情都一直看不透 我妹他们看状态不太对的时候 就用他们方式很自然地 就有了爱的能量 看到了一种家族里面的那种爱 你就会很放心地去做很多的事情 文字对我来讲是故乡也是远方 我没有受过很正统的学院教育 阅读其实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支撑力量 季父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 我唯一靠进来的方式 我就是去他的书架上面拿他的书来看 就是我的文学养成的开始 如果说我的生生父亲给我一个骨架的话 季父其实他给了我是一个人的激励 我的思想包括开我的眼睛 六十一岁的时候出一本小说集 其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勇气 我的人生像一路从父亲死亡 然后成为一个养女结婚 然后有自己的家庭 帮帮我的疾病 过去的那个坎坷 其实为了让你能够走到前面这条路来 很感谢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 有人会问我说 你现在会不会有任何的怨恨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会很顺遂 会碰到很多很多坑坑洞洞 当有一天你看透了这些事情 你知道那个爱是真正的力量 空无来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会害怕的 因为你知道那个爱在那里 我想要说的是这个 我想要说的是这个 我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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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十一 得三姐 我们给她力量 不要去场 好来看一下 好日子 我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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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我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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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